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亡其实它也是生命流转的奇妙机制 那今天主要是要让大家了解死亡的奥秘 而且要破除大家对于死亡的无谓恐惧 我在进入解释内容之前 我先来跟大家谈一下贾伯斯 Steve Jobs 就是苹果的教主 这个贾伯斯 贾伯斯他在2005年 应邀到史丹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为毕业生演讲 那么他这场演讲非常精彩 短短15分钟 谈三个主题 谈他的生爱与死亡 Life, Love and Death 讲他成长求学的过程 讲他对于他的工作的热爱 最后谈到了死亡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诊断了 得到了胰胀癌 所以他很认真的面对死亡的问题 那我就原汁原味地引述他中间有一段很清典的说法 他说 那么中文的翻译呢就是 没有人想要死 即使那些想要去天堂的人 也不想死了以后才去天堂 而死亡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没有人能够逃得过 这是本来就是如此的 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唯一最好的发明 它是生命的转变作用 我认为贾伯斯的话 是触及到生死问题的核心 而且很认真的面对死亡 但是可惜他讲的不够彻底 当然不怪他 因为他不是专门研究生死的 他说没有人想要死以后去天堂 那这些这是一个误解 很多人都以为要死掉以后才去天堂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活的就去的 所以我就说 我将来有机缘遇到贾伯斯的话 我会跟他说 我跟他说 Steve you don't have to die to go to heaven You can live to get there 所以你不用死在后才去的 你可以活的就去的 不是只有到天堂 到西方净土也是一样 是可以活的就去的 我们在后面的单元会跟大家说明这一点 那么他说死亡很可能是生命唯一最好的发明 死亡是生命的转变作用 他用了change agent 这个也不够彻底 其实他不只是一种转变作用 他应该是一种机制 一种生命的转变机制 用一个mechanism 意义更为广泛 那其实不是只有死亡而已 广义地说生老病死都是生命最好的发明 也都是生命的转变机制 那么接着我要回忆一段往事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谈这个生死轮转的奥秘 在2016年的7月30号 我应邀到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演讲 讲题是探索生命的终极奥秘 从生死探索到生死自在 在场的听众都是企业界的人士 都是公司的大老板 董事长总经理的 那演讲一开始呢 我先提一个问题 提一个问题就是说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呢 还是无限的 当然大家都说了 有限的 没错啊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啊 不然怎么会有能源危机呢 好 那么接着我就问了 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跟条件下呢 我们的企业啊 我们的产业要如何能够勇气经营啊 这个大众就沉默了 就好久没人回答 好了 我等了一会儿呢 没人回答我就说了 我说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让有限的资源能够不断地流通运转 让资金物流能够畅通无碍啊 达到无限的运用 大家一听之下呢 就有这个豁然开朗之感啊 这里面让有限的资源流通运转 畅通无碍啊 这是一个涉及到系统运作的生态整体概念 不但可以应用在企业的永续经营上面呢 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了解整个宇宙人生的奥秘上面 从大到整个宇宙世界的沉住坏空到小至我们生物个体 我们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的这个生老病死呢 它其实都是一种循环 一种流转的生态系统与机制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这个数学上叫做闺谬法 就假设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包括人类 还有其他的动物啊植物啊 只有生长没有死亡 那么大家想一想会发生什么情况 只有生长没有死亡 那结果就是地球上的资源呢 迟早就是消耗殆尽嘛 那最后呢就大家全部同归于尽 那地球就变成一个死级的星球了 叫数学规谬法就是说 这个是与现实情况是错误的 这个假设跟现实的情况这不符 是假设错误的 所以假设所有的生物不会死亡 只有生长不会死亡 这是错误的假设 所以会死是合理的 也是因为万事万物 有生长又有死亡 它是生死交替 循环流转 所以整个生物界才能够生生不息呀 才能够远远流长 所以呢 这个生死流转呢 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延续的一种奇妙的自然机制 今天帮大家把这个奥秘解开 我们先从我们身体里边的细胞谈起 谈死亡跟新生的玄机 就是我们体内的细胞 它有一个生命的周期 这生命周期就是它有一个态患的机制 这也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延续的一个奥秘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身体要能够健康的成长 从小到大 能够正常的生活 能够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延续呀 其实是靠着我们体内的细胞不断的死亡又新生 死亡又新生 这样的自然机制来维持的 但是我们是不理解 也浑然不觉的 根据科学的研究 身体里面平均的细胞是37.2兆个细胞 数量非常庞大 那平均每天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100亿到200亿个细胞 它会因为耗损 因为衰老 因为失能 它就被态患了 然后步入死亡 同时又会有新的细胞来取代 那每一个细胞 它的死亡与新生 也就是它这个生命周期 跟它太久欢迎的速率会不同 因为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组织部位 还有功能不同 它会有差异 就是从几天到几百天不等 那最快速的 就是太久欢迎最快速平凡的就是我们大肠跟小肠的 肠臂的这个上皮细胞 它的平均寿命是五天 五天就换新的 然后是我们的四网膜细胞 四网膜细胞平均的寿命是十天 有时候十天是会换新的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3C产品的使用太过频繁 所以造成很多人就过度使用严厉 这个细胞来不及太久换新了 所以那个损伤很大 然后我们谈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皮肤的细胞平均寿命是21到28天 就是3到4周 然后就是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红血球 红血球的细胞是120天平均是4个月 那稍微长一点就是我们的肺泡的细胞 它的寿命是超过一年的 从400到500天 最长寿的就是我们的脑细胞跟神经元细胞 它是不会太有换新 就是从生用到死 平均都可以用到60年以上 但是因为它还是会衰老 所以我们如果活得太老 就难免就会吃呆吃治的 那整体而言 我们身体里面绝大部分的细胞 就是除了脑细胞跟神经元细胞 是不会太有换新 其他的所有的细胞 平均加起来平均值 它的新鲜度是7年 就科学的研究 7年 比如说以我个人为例 我今年即将步入67逐岁 但是我身体里面细胞的平均新鲜度就是7年 67岁是我的社会年龄 但是生理上而言平均值是7年 这很有趣的 那我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让大家了解 比如说有一个百年的学府 这个学校有100多年历史了 可是里面的人不可能都活100多岁嘛 没有啊 他的大学部的学生 就是18到22岁嘛 18岁入学 22岁毕业了嘛 所以呢 这个 他有一个平均值 那教授 然后老师也是一样啊 这个资深的 借铃的 教授就退休啦 那新的 年轻的教授呢 进来 所以他里面的 学生里面的教授呢 都维持到一个 平均的年龄 可是这个学校的 这个历史是不断的 延长的 是同样道理 我们的社会年龄 是不断的增加 可是我们的生理上的平均值 是维持在一个定值的 所以我们肉体本身呢 是比起我们心目中 认识的那个个人自我是年轻很多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有这样的内幕跟奥秘啦 在金刚经讲的叫做 不要有瘦者像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自己老了 那这要感谢我们体内细胞的 这种生死交替的态患机制 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 要了解就是说 我们细胞跟这个器官临界 它要太久宽心 它需要有很好的原料跟养分的供应 就是我们吃的食物 喝的水 呼吸的空气 所以原料跟养分的品质的优劣与否 就会严重影响到 细胞跟器官临界更新的状况跟结果 那可是现在因为整个这个地球啊 污染很严重 环境污染 水源污染 空气污染嘛 越来越严重 那再再都会危害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跟这个细胞的这个态患的机能嘛 那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在以后谈到疾病跟健康的自然机制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 那我们体内的细胞态患的机制呢 它的效率跟功能啊 在过了中年 中年就是平均大概40 50岁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递减或者下滑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色生肉体啊 从个别的细胞到整个的身体呢 它会逐渐老化衰退的一个过程 那迟早有一天 我们整个这个身体的机能会到达 无法继续运作的临界点 那最后就要停摆了 这就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个色生肉体的自然死亡 那从大自然的运行的观点来看呢 我们肉体迟早会面临着这个自然死亡呢 它不是异常 它是正常 它不是异常 也不是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种不公正的命运的 不是的 它是肉体一齐生命 唯一合乎逻辑跟大自然法则的 圆满结局 所以自然死是很圆满的 而且呢 细胞的死亡与态患呢 是正常生命机制的过程 与身体健康的现象哦 就是说体内细胞死亡与态患啊 它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机制啊 它是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啊 也是身体健康的现象哦 这也是我们生命能够延续生长的奥秘的 换句话讲啊 就讲得更白话一点 就是凡是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啊 它会自然的衰老死亡 然后太久换新的 那万一说我们体内有一些细胞啊 它违反自然 它违反自然的这种 态患更新的机制是拒绝死亡的 不但自己不死啊 它还会清洗 还会感染旁边的细胞啊 还有其他细胞一样拒绝死亡 然后呢 再蔓延转移到其他的器官 其他的组织部位 也同样的拒绝死亡 那是什么细胞呢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这就是很恐怖的癌细胞啊 所以正常的细胞呢 它是会死的 不死的细胞呢 就是癌细胞啊 所以癌细胞就是我们体内 拒绝死亡也兴生的细胞了 严重的破坏了 这个体内细胞的 太久换新的自然机制嘛 而且会严重威胁到我们 整个肉体生命的延续跟生存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啊 正常人都会死啊 不死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仙人 另外一种呢 就是妖怪僵尸吸血鬼 还有这个科幻电影里面啊 从外太空来的异形 正常的人如果被妖怪僵尸吸血鬼 咬了一口 或被异形咬了一口 就变成他们的同类了嘛 所以很恐怖啊 那有人会说了 那我给仙人咬一口 那不就变成仙人了吗 哦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仙人如果咬了我们烦人一口啊 他被我们污染了 就变回烦人了 那划不来啊 所以仙人不会咬我们啊 这样子大家就了解了 了解什么呢 了解到生命的自然机制 死亡与新生啊 是生命进行取得一体两面了 所以死亡是不可怕的 从细胞的死亡 到个人的死亡 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不死 从细胞的不死 到个人的不死 那才是令人感到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要用平常心来面对死亡 而且我们要接受 死亡本来就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面 而且是很重要的机制的 我们从围观的角度来看啊 我们体内的细胞啊 不断的死亡新生啊 它不仅是维系我们这个个体生命 正常发展的运作的一种自然机制 而且它是现在进行事 它无时不刻啊都在发生的 这就是什么 生命乐章的奥秘为妙的地方 如果不如此 我们的生命反而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以延续的 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的体内都有很多的细胞 正常的细胞 死亡新生死亡新生 我们前面讲了 每天有100亿到200亿个细胞 死亡有新生死亡有新生 那大家不要觉得害怕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活着啊 对不对 不这样子反而有问题啊 我们友情啊众生的这个生命本身 本来就是一种连续的 生老病死啊 都是生命的自然机制与历程 生跟死啊 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 但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认知啊 把生跟死切开了 所以我们需要转一个念头啊 把它重新接起来 所以大家现在了解了 在我们的体内 细胞 正常的细胞 它发挥了功能 功成身退 然后呢 它就太久换新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它就是一种循环的机制 所以 我们对死亡有很多错误的认知 我们把死亡贴上很多错误的标签 现在重新认知 所以死亡 与新生 死亡与新生是 生命进行曲 生命交响乐的一体两面 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要非常庆幸 我们的身体自然的运作 到了我们的身体 用了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 其实坦白讲也用过本了 它的功能会不断地递减 总有一天呢 它需要休息了 take a break 让整个生命重新再出发 所以我们要很深刻地去理解这一点 所以大家要重新认识死亡的玄机与奥秘 要接受死亡 接受自然死 迎接自然死 那佛教是更上一层楼 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不是死亡 我们是要去往生 我们要去往生 那我们在后面的单元会来提到 会提到怎么样能够生死自在 那我们要生死自在 首先呢 就是要破除我们对于死亡的无谓的恐惧 所以大家要拥抱死亡 迎接死亡 了解自然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建设与心理建设 所以在这边呢 我特别的跟大家强调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改变 因为你对于死亡原来是错误的认知 把生跟死看成是一体的 不要把它切开来看要连在一起 这是我们迈向生死自在的第一步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祝大家能够福慧增长生死自在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